贵宗美人里的李寒, 正史上其实是个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。 唐文宗李昂, 原名李寒, 是唐朝第十四位皇帝, 李昂在位时期, 不好女色, 勤勉听政, 力兴节俭, 隔除奢靡之风, 停废许多劳民伤财的事, 致力于复兴王朝, 在唐朝中后期诸地中颇为勤政, 比较有理想又报复, 只是唐朝到这个时候已经击中难返, 李昂想要有所作为, 却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唐朝是个很有意思的朝代, 先是男人当政, 之后女人当政, 然后又是男人当政, 接着女人乱政, 经过阴阳错乱的大唐盛世之后, 到了唐朝后期, 轮到不男不女的宦官当政了, 大唐也开始衰落。 公元826年12月初八日, 宦官刘克明等杀死静宗, 伪到遗址, 御营唐县宗之子将王礼物入宫为帝, 两天后, 宦官王守城, 两手牵, 又指挥神策军入宫, 杀死刘克明和将王礼物, 立立昂为帝, 改年号为太和, 立昂席位后, 潜散了三千多宫女, 放五房鹰犬, 并大刀阔斧的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, 五房是唐机构名, 急刀, 狐, 药, 鹰, 狗, 宫军主受力游戏安乐之用, 五房的公务员们到处张挂裸网, 捕捉鸟雀, 并借此为名, 各个都是横行霸道, 用各种卑鄙手段, 来夺取人民的钱物, 如果有个别户, 人家不肯交保护费, 他们就把罗网张挂在人家的门上, 使人家无法进出, 如果整个村庄不肯交保护费, 他们便把网张挂在水井上, 使村民们无法从水井中挤水, 以往解散由宦官负责管理的五房, 免受勒索之苦的老百姓们拍手称快, 朝廷也节省了大笔的开支, 话说贵中美人糊足, 找李寒报复, 真是找错了对象, 李昂在位期间, 政权以至于皇帝的生死费力, 依然全部操纵在宦官的手中, 朝中许多清廉正直的有志之士, 沦为党派之争的牺牲, 看林学史出身的宋申熙生育良好, 他从不结党营私, 李昂相信宋申熙的忠诚和谨慎, 便与他密谋对付掌握神策军的大权燕王守城, 令宋申熙私下将一些官员组成团体, 试图从王守城手中夺权, 并许诺封他为在相。 830年, 李昂任命宋申熙为尚书躲成, 随后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 实际相当于在相。 李昂虽然勤政, 却很平庸, 但从用人方面来说吧, 他重用了这个宋申熙, 便是用人不当。 宋申熙虽然声誉很好, 但是能力不足, 在他筹借秘密团体时, 亏见王凡人精照应, 并向王凡透露了文宗的计划, 这个王凡口风不紧, 很快泄露了秘密, 于是宋申熙反对王守成当于乌旨意图, 李昂无奈, 只好将宋申熙贬折, 计划暂时搁置。 后来, 李昂分别提搬了郑柱为御史大夫, 李迅为在相。 作为自己的心腹, 郑柱和李迅是王守成的人, 不被王守成所戒备, 郑柱出谋划策帮助李昂, 先后除掉了宦官陈洪志和王守成。 11月21日, 唐文宗按照郑柱的谋划, 以官录为名, 将宦官头目求使梁骗至近卫军的后殿御斩杀, 李迅为了争功, 为等郑柱原兵到来就提前行动, 导致计划败露, 被囚世梁发掘, 双方激烈战斗, 结果李迅等朝廷重要官员都被宦官杀死, 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, 在这次事变后, 受朱连被杀得达一千多人, 朝臣所剩无几, 史称甘事变以后, 李昂被宦官软禁, 国家政史仍然有宦官专权, 朝中宰相只是行文书之职而已, 宦官气势凌人, 胁迫天子, 藐视朝臣, 文宗对此一筹莫展, 每日严宿叹息, 时至玉律而终。 本文来自之历史工作室原创作者, 顾文之历史工作室原创作品, 未经许可尽职转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